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团结村原支部书记吴洪军利用职务的便利在拆迁工作当中虚报了自己家房屋的面积 他多报了200多平方 那么现在他因涉嫌贪污受贿罪站在了被告席上 43岁的吴洪军原是淮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港办事处团结村的支部书记 2010年至2012年期间 吴洪军受街道安排组织协调辖区的拆迁工作 吴洪军自家的房屋也在此次拆迁范围内 公诉机关指控在此过程中 吴洪军利用职务便利将自家房屋虚增了214平米 并支持村干部李某座平拆迁协议获得六套安置房 对于这多出的面积 吴洪军表示 那都是拆迁工作组丈量的与自己毫无关系 拆迁是你工作所跟我的学生其谈的机构 并不是说你现在所组的这种素贞 来证明台湾的一方面事情 有一方面也是台湾不了 是你任何国家的房屋 你才把国家的房屋给撤除了 不然国家的房屋也不可能被你撤除了 你如果没有知识 人家没有必要为你去度量 也没有任何的好处 人家阵营真的都是很清楚 他是限拿房 他自己先选了六套房 然后叫他把西医作品制成两不少 除了煞费苦心的虚增面积 在管理轻苗补偿费时 吴洪军也趁机牟利 2011年因开发需要 团结村土地被大量征用 吴洪军委托代为管理发放轻苗补偿费 在此过程中 吴洪军多次伙同另外几名村干部 私分轻苗补偿费 共计三万多元 那么土地在用这个构成当中呢 他这个每一个组啊 在凤野村民以后 他有部分寄留 他就是冒充这个有关的村民 这一户实际人家拿的是五千 他们表上造的是八千 那么那一户八千 他围造了一万 每户围造的斗了以后 冒充人家的签名 然后把这个钱寄留下来 寄留下来以后 他们存组干部 以及这个被告让吴洪军就决定 几个人相互奋奋 检方还同时查明 吴洪军在拆迁安置中 为他人牟利 还收受了九千元感谢费 公诉机关认为 吴洪军作为国家公务人员 利用职务便利 骗取公共财物 收受他人贿赂 共计五十多万元 应当以贪污罪 受贿罪 对其恕罪并罚 建议对其判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特别是领导干部 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手中的权利是谁赋予的 应该用他来做什么 我们知道涉及毒品的犯罪 都是重罪 最高可以判处到死刑 但是在暴力的诱惑之下 依然有人铤而走